伊莉莎白醫院發生走犯案 一名涉嫌製作兒童色情物品罪 而被驚訝的64歲男子 由懲交處職員陪同去到伊莉莎白醫院留醫期間 突然由醫院逃走 男子致電家人 並聲稱正回到白田村家借錢 最終女兒大意滅親報警處理 時快星期四凌晨4點左右 警員港底白田村 在麗田樓對開沉獲涉案的男子 將他制服並且帶上警車 期間男子多次表示 上回家和家人說兩句話 你自己轉身 我回家說兩句話 我回家說兩句話 我本身都想回家了 我走到哪裏 把安全帶 好 交換 precipitation 黃氷橋 他本身是第一位 你救命 你救命